最近张艺兴可以说是热度很高了 而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他在参与的冬一极客电音中 一直被爆出有事故上次是因为冯提莫莫名其妙的晋级 引起广大粉丝的诟病认为 这黑幕过于明显因为在上一期中 明明张艺兴在评点的时候 表达了对于冯提莫非原创的不满 认为在一个有竞争意味的舞台上 就不单单要把音乐做到好 更要做到让大家印象深刻冯提莫 虽然作为一个网红主播 他的歌曲甜美好听 但是的确不那么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奇迹般的是最后 张艺兴居然选择了冯提莫 而且根据现场的爆料来看 张艺兴明显是被导演组 却选择了冯提莫 而且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还经历了四次叫停 虽然事后张艺兴立刻就在微博上 表达了自己并不是被迫 只是在舞台上点评几句最后给予的决定 也是对选手的肯定并不存在什么黑幕 但是细心的王九 很快就发现了这条微博的关于张艺兴 平时发微博后边都会有一个小尾巴 但是这条微博却没有 所以大家又情不自禁的猜测 是否是主办方要求张艺兴这样发表呢 的确现在的通议圈鱼龙混杂 只要有背景有实力 谁都可以做综艺界的冠军 所以这也难怪大家对于这样的细节都不依不饶 最近几天张艺兴所参与的综艺又发生了爆点 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是张艺兴和另外一位导师尚文杰 对于音乐理念的不同而引发的争议 其实这是很容易就理解的 每个人对音乐都有不同的看法 又何必强求 两个完全不在同一个音乐界的人去有共鸣呢 众所周知的 是尚文杰一直秉持着音乐及音乐 不应该带有任何商业色彩的清高理念去创作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思想 但是作为一个歌手 如果想要专心致志去创作 那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不可能完全不用做商业价值 所以尚文杰的理念 不被大家所接受它的音乐 也主要都是小众电影 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 尚文杰下边的两位选手 在表演结束之后 因为张艺兴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乐曲 所以他非常犹豫地给云了点评 表达了自己对这方面 不是很懂尚文杰作为导师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可能就有些生气 很直接地就表达了不满 还说大家主要听到的都是商业化的电子音乐 对于真正纯粹的电影没有过多的了解 这样的话 一讲厂商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不管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还是制作方都能明显地感觉到 尚文杰的态度变得有些鄙夷 也许尚文杰没有说错 毕竟他所接触到的音乐 都是非常小众的 而我们作为普通人 并不能理解那些深奥的纯粹电精 只能在平时生活中 稍微听到一些商业化的电子音乐 所以肯定不能理解 他所谓的小众音乐 到底是什么张艺兴 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孩 他表达了自己不懂就不会往下去点评 也不可能因为你是他的朋友 就让你的队员得到更好的评价 他只能默默地回答一句自己不懂 小编认为 这已经非常到位了 而且在点评前 张艺兴为了表达自己的尊重 首先站起来 为选手拘了一躬 随后才表达了想法 这样的真实个性 又有几个像他这样大咖一人 能够做到呢 最让大家震惊的是 在投票环节张艺兴 对于尚文杰的选手们 弃权尚文杰非常的愤怒 于是在节目还没有录制完毕 就愤然地离开了导师座位 其实就小编 看来张艺兴做的并没有什么问题 尚文杰想要遵从内心的想法 所以一直坚持自己 但是张艺兴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对于小众音乐的不理解 让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去给予选手们尊重 现在要让他违背自己 去选择自己不喜欢的音乐 这也是不同意的 而尚文杰的愤然离席传来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所贬持的音乐里面 不被大家所接受 所以情绪一激动就离开了录制台 张艺兴就像一种软蒙蒙的小绵羊 一般一直对着镜头说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就像有一个感觉 我一种感觉 然后一种感觉 我一种感觉 所以大家的感觉 那一种感觉